搭配第20届环花冬国际自行车大赛 花莲施工所特别在明泉四街举办了第一届原客嘉年华 27号下午开始一连热闹三天 现场除了可以品尝到原民还有客家传统美食 还有表演团队带来精彩演出 花莲施工所举办的第一届原客嘉年华 27号开始一连三天在明泉四街热闹登场 现场除了摆满传统市集 也邀请到许多在地原住民还有客家表演团体 呈现出花莲族群多元文化艺术美丽 那我们在花莲市这里举办原客嘉年华活动 那主要也是配合我们黄花东的一个自行车活动 搭配起来让运动客家原住民的文化能够融合在一起 那也希望更多的观光客看到花莲在地的好吃好玩的东西 那当然在今天也有一些原住民跟客家的一个文化活动来做呈现 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现场还设有闯关游戏 学到很多的原住民的话还有客家的母语 感觉非常非常荣幸非常的棒 而且她的美食非常的好 感觉我们这次的风俗很大 原客嘉年华从27号起一直到29号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 在花莲市民权市街封街来举办 现场除了有好看的表演 更集结将近40餐在地摊商还有餐车 共同推出好吃好喝好好买的各式商品 只要消费累积满100块钱 就有机会抽中最新的苹果平板电脑 还有任天堂的switch气炸锅等等 市长魏嘉贤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周末来走走逛市局 和家人好朋友共度欢乐时光 据许立群华联市报道